為什麼政治從政最需要的就兩個字 勇氣 有勇氣去做出一些改變的人 會贏得人尊敬 這個是在參加論壇的一個最基本的 因為民進黨這種鋪天蓋地式的抹紅 你真有勇氣去參加的 我覺得會有很多人認同你是 希望真的為了兩岸和平交流去往前走的 沒有交流就沒有和平 這已經是絕對的定調了 你現在不交流 那你又每天一邊罵罵咧咧的 那一邊又在那邊高唱和平高叫 那就只有賴清德這種人 才會去做這種白日夢 因為你莫名其妙要跟習近平說 你要跟他喝珍珠奶茶 請問大哥你誰啊 拜登都做不到你誰做得到 莫名其妙 但為什麼馬英九見得到習近平 你要檢討 怎麼每次都是檢討別人 都不檢討自己 每次說要檢討他他就說 你們這些人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被中國大陸虐了一頓 當然他們就說中共 或者是說你被中國虐了一頓 然後還跑來跟我這邊鎖討 這種蠻不講理啦 我必須講這樣子 不過我想稍微再回應一下 剛才謝老師提到巷戰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時候我覺得蠻悲哀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真正服役過的我非常清楚 台灣的這種巷戰的訓練 軍事的訓練是零 真是零 至少一般部隊是零 沒有巷戰訓練 我當了一年兵沒有巷戰訓練 這個是大家公開都知道的 甚至我們為了在人事精簡上面 什麼樣的營隊會被砍最兇呢 實戰營隊當然已經被打得很慘了 有一種營隊被打得更慘 叫做賈敵聯 以前叫賈敵呂 賈敵師 賈敵是什麼 假裝飾敵人 也就有點像是 大陸在演練的時候 共軍在演練的時候 藍軍紅軍這樣的配置 賈敵聯就變打掃聯 因為我去拜訪過他們的聯隊 根本沒什麼人啊 很可憐啊 除了日常系的術物之外 還有辦法扮演假敵的功能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去訓練的時候 沒有假敵啊 這什麼訓練呢 這最基本的一個實操都沒有吧 所以這部隊你怎麼打 這很現實問題 問題你提出來了 他就說你洩漏軍情 洩漏機密 等一下 台灣這麼多的人當過兵 我們是義務役兵制 後來即便14個月 在現在又恢復一年義務役 那麼多人當過兵 難道每一個人都是蝦子都是籠子嗎 不能總老叫老百姓裝蝦裝 這聲明你哪些來困 再來啊 我認為解放軍現在一個目標 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真要打台海戰爭 我要打一場現代高科技戰爭 最高程度的優先級別 是控制共軍的弟兄死傷 而且要非常突出出色的 不僅是要讓台灣這邊呢 一戰而定 就是馬英九所說的首戰級中戰論 還有什麼呢 要讓老美見識一下 什麼叫做現代化的作戰 也就是要恫嚇 事實上就是這樣 就是要恫嚇美軍嘛 讓美軍知道 現在中國覺醒 你不能去低估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是多層次的政治的考量 這已經超過了以往所謂兩岸 如果發生軍事戰鬥衝突的時候 那個台灣所想定的目標 這樣的一個戰略的高度是比目前啊 我不知道顧力熊這一點到底懂不懂啊 但我是認為已經超過了大部分 台灣目前軍事專家的邏輯跟思考 而是大部分都沒去察覺的 因為現在有個很大的問題啊 孫子兵法裡面講的最清楚了嘛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那為什麼奇怪 台灣很奇怪 看到中國好的東西 通通都把他當成什麼 通通都把他當成是夢幻泡影 是紫老虎 我實在是搞不懂啊 永遠都說別人是假數據 這種心態 因為我們家人就有都生綠的嘛 很多嘛 每次問到講到這個他們就生氣 生氣就跟你說都是假的你相信 都摻水的 那沒關係嘛 就只剩下戰爭 因為戰爭只有兩種可能嘛 就戰與不戰嘛 沒有中間牌啦 那不戰的情況下 當然還是所謂灰色作戰嘛 灰色作戰只是把所謂戰爭爆發前性 能做的事情全部做完 最近淡水河口跑來一條快艇 這位仁兄是在大陸服役過的 被查出來是什麼建設公司 以前是少校庭長什麼的 民進黨的反應簡直你會覺得非常的扭曲 很奇怪 這反應很奇怪 所以我才前面才說 這故作輕鬆 所以在這個時刻裡面 你所看到的民進黨 他根本實質以上 我認為民進黨就是在賭啦 但他這個賭並不是經過了 非常緻密的分析思考的 因為我們知道分析東西啊 唯物跟唯心要用的恰到好處 唯心是分析人性嘛 唯物是分析客觀助理存在的事實嘛 但民進黨不是啊 民進黨是把唯心推展到極致啊 你的唯物分析在哪裡呢 你總有一點數據吧 你總不能每次看只想看你想看的 這跟所謂的 這講一句話很不好聽 跟癌末的病人 但是他又覺得 他靠著偏方就會活下去的人 有什麼兩樣 他不去診斷不去治療 他只覺得他靠著喝鹿水吃偏方 就可以復活一樣 那就是你感覺你變好 每天喝完鹿水 哎呀我又變好 我今天精神好好好 可是搞不好隔兩天就暴斃了 這樣比喻是很不恰當 我也不希望這樣 所以話說拉回來 我們講這個海峽論壇啊 我覺得當時時刻海峽論壇再次召開 有這些政治人會願意站出來 然後交流去告訴對岸的老百姓 也告訴對岸就是彼此 民進黨阻止了兩岸人民的交流 阻止了官方層級的對談 可是他阻止不了台灣老百姓認為交流 才會帶來和平的一個最基本的心情